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金下午亲政火线解释文大宿舍争议案,现场逐出是大群管工程合约书,驳斥工程经费花费,侯更贴出幼育公司97-99年学年度开立的420张收据,博淘漏水之说,侯强调,没有合法的事情,他绝不会干,他老婆也不会做, 更要现场媒体稍后详细翻阅资料,这就是证据,各位看到了吗?针对文化大学年收租金超过2000万,并年涨5%,侯友宜则解释,本来又于公司只愿意与文大签约5年,但文大说明需要长期契约,才改成签订15年,且约定在前一年租金都可再调整,或终止合约,内容皆是双方合议, 这么多年来,文大与又于都秉持合约在走,侯友宜说,更扯的是,有人说又于文大签约的时候,侯友宜在场,他速度重申,侯友宜不在场,我完全不在场,请记得,我完全不在场。 相信文化大学有照片可以证实他根本不在场,侯友宜表示,他今天针对八项默黑一一回应,逐项都有证据,全摊开检释翻阅,他已经一次次在媒体上说明他坦荡荡,缴税,申报,信托一切合法,但民进党仍就倾全党之力抹黑,请停止抹黑了。 侯友宜呼吁台北市政府尽快做决定,如果现在要更改认定,他都尊重,但需要考量学生权益,不要等下学期学生进入宿舍后,才改口说是违法宿舍。